搜救犬林志玲进分尸木屋 激动跳上凶贤闯猛秀 新北市高兴女子6月1号 遭到射箭教练陈伯谦 狠心杀害分尸 陈贤因被警方突破新房 一一攻出犯案经过 全案在18号侦破 但其实在10号晚间 民间搜救犬教官陈欣伟 就已接受家属委托 从台中带着8岁大的搜救犬林志玲 巡献来到凶贤陈伯谦 位在华山大草原的小木屋 当时在木屋附近 林志玲就异常亢奋 就在此时 胸贤陈伯谦也探出屋外询问 甚至冷静地邀请搜救犬入屋 这个状态是没有上梗的 一边来的 蛤 它底部是在这里面是不是 之前有 之前有底部在这里面 它现在不要牵了 只是说大概抓一下它的 随后林志玲入屋再搜索 反应更是激动 这个里面的脚保的脚比较稳 你看它进来以后就要抗讯 来 去走 去 去 那 下 下 然而期间 陈贤还不断跟教官对话 更不时误导资讯 说高女是个随便的女孩 可能半夜进到陌生人营帐 被限制行动了 或是跟某个团体到深山 进行很open的活动 这异常冷静又狡猾的态度 也难怪陈贤会被警方痛骂 早有预谋犯案外 行为也令人发指